富裕乡长将冬城上午率领建设科长陈丰田 还有农官科长叶佳琪一同视察 9186石石山附建工程以及进度 日前后续附建工程将由花莲县府执行 而县府预计将在今年7月底完工 而公所也积极了解确认附建的进度 希望能够赶在花季前 让乡亲还有游客油条安全的通路得以通行 富裕乡长江东城上午率领建设科长陈丰燕 农官科长叶佳琪一同视察 09186石石山附建工程以及进度 目前后续附建工程由花莲县政府执行 县府预计将在今年的7月底来完工 公所也积极了解确认附建的进度 希望能够赶在花季前 让民众以及游客有条安全的道路得以通行 连结快到了 那因为这造成地方的一个通路的不变 还有安全性 总共有五个工区 第一个工区到第十个工区 他们议定今年的7月16号就会完成 0918附建工程都已经发包实作 但是乡内仍有多处的道路浓水路的受损 有道路崎区不良旅行的问题 公所将会持续提报给上级单位 并且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目前都利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都不休息 都会容易的港工 让地方能够尤其是农业农村的子弟 公所接下来也会以积极的态度 全面性的来检视乡内各项的基础设施 并且以悉心谨慎的精神 完成每一件乡物跟建设 记者高中双福利商采访报道